中国军网2月22日报道 北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仪昌建在黄海某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此次训练 该舰完成主炮对海射击 副炮对空射击 使射舰舌火箭伸弹等多个火力打击科目 检验了官兵实际使用武器的能力 由军网看灯的训练照片可以看到 一舱舰原有的海红77防空导弹和双连装37毫米已经拆除 安装海红77的位置换上了056型护卫舰所装备的8连装海红70防空导弹 前后四座双连装37毫米炮则换成仅在后部机库两侧安装的多管进防炮 一舱舰属于中国海军053H3型护卫舰 是中国海军第二代全封闭型护卫舰 建造数量达10艘 曾经被认为是中国海军走向现代化的象征 海红77换装海红70看似变化不大 实际防空能力提升较大 海红70作为目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近距离防空导弹之一 比引进自法国80年代技术的海红77在各项作战性能上都强大不少 一舱舰此次曝光的新型禁防炮 此前从未在官方报道中出现 该炮炮座与中国海军大量装备的730禁防炮类似 炮管又形似中国引进自俄罗斯的630禁防炮 出于成本考虑该炮的官苗系统没有与炮座整合 而是另外安装与机库上方 两座炮共享一套官苗系统 此番升级之后 一舱舰的火力配置与目前中国海军大量新舰的056型护卫舰相似 但是主炮口径更大且为双连 相比056只有直升机甲板而没有机库 一舱舰还保留有可以容纳直久的直升机库 如同167改装后成为054A领舰 一舱舰现在改装后也有了一种056领舰的法 10公里近距离防空导弹配合100毫米双连装主炮的武器装备 说明该舰的改装是为了适应低强度海上冲突任务 而且即使局面失控 该舰还装备有8枚反舰导弹 可以应对一定程度的冲突升级 考虑到一舱舰所属北海舰队 所面对的国外海上力量装备的类似舰艇 双连装100毫米主炮和新型禁防炮 相比有关国家装备的76毫米主炮 配合密集阵在火力上更具优势 在近距离对峙时能更好地压制住对方